我失真了 庶妹害的 我娘明知道 却还是要她替我嫁给太子 她出嫁前一日 我觉醒了 庶妹成为太子妃后 死的第一个就是我 随便吧 反正都是死 全都毁灭吧 包括我在内 全都去死 我是丞相嫡女 不日后便要嫁给太子 按照原本的诡计 我会一路朝着太子妃 皇后的位置走去 成为举国身份最尊贵的女人 可就在昨日 我失真了 我娘将我从青楼捞回来 掐着我的手臂道 太子不会要一个失去贞洁的女人 明日就要验身 若你被退婚 咱们宋家全完了 她思来想去 出了个馊主意 宋婉与你有八分相 不如就让她替你嫁给太子 你平日不爱出门 只要学得像些 不会被发现的 宁宁 日后便只能委屈你躲在府中 娘会养你一辈子的 我哭得生死历劫 可是娘 就是宋婉害我流落青楼的呀 阿娘的眼眶很红 她死死咬着唇 道 她害你之事 娘自会找她算账 眼下先把婚事解决 才是大事 你先歇着吧 我攥住她的衣角 苦苦哀求 娘 她这般害我 就该处死 怎能让她白得太子妃之位 我不甘心 那你说该如何 宋家绝不可能放弃太子妃之位 这个位置 莫非比女儿的命还重要 阿娘抽出衣角 深深地看我一眼 知道 歇着吧 往后的事 无需你再操心 我看着阿娘决绝的背影 心如死灰地靠坐在床脚 本以为我今夜会一夜无眠 谁知迷糊间 我竟做了个梦 我梦到 宋婉穿上嫁衣 代替我嫁给太子 她回门那日 我突然冲了出去 对她一阵撕打 都是你害的我 如今像个阴暗的老鼠般 不得见天日 如今你已经蒙混过关 该将位置还给我了 宋婉倒退两步 昔日对着我 畏缩恭敬的目光全无 她厌恶到 爹 娘 姐姐既然得了疯病 就不要再放她出来 省得日后冲撞了贵人 或是说错了什么话 连累了咱们宋家 如今我贵为太子妃 可不是谁都能得罪得起的 昔日宠爱我的爹娘 就站在我的身后 他们目光凉薄地看着我 接着吩咐丫鬟婆子 将我锁进了后院 没过多久 宋婉推开院门 高高在上地逆着我 宋知宁 你恨吗 明知是我设计 害你失真 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我踩在你头上 自小便拥有荣宠的你 失去这一切 肯定很难受吧 她掐住我的下巴 尖锐的指甲 嵌入我的肉里 她冷笑道 真想让你亲眼瞧着我 成为最尊贵的女子那天 可惜 留着你终归式的隐患 你别怪我 要怪 就怪你敬爱的爹娘吧 毕竟我如今的这一切 都是他们亲手捧到我眼前的 她说完 命令身旁的婆子 为给我一杯毒酒 毒发时 我瞧见阿娘 就站在院门外不远处 可她只是神色悲戚地看着这一切 始终没有阻止 在睁眼 我后背冷汗层层 伺候我的丫鬟 不知何时已经离开了 床边站着一道暗红色的身影 宋婉辈对着我 正在试穿我的嫁衣 她们张于我有七八分相的脸上 满是得意 宋知宁 你醒了 你来瞧瞧 我穿你的嫁衣多合身 就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班 我喜欢了太子十年 如今终于要得偿所愿了 还真得谢谢你呢 我冷冷地注视着她 我不会让你嫁给太子的梦中的画面历历在目 虽然我不知是梦还是未来的预兆 但我知道 她若真成了太子妃 我的确是没有活路的 宋婉转过头 吃笑了声 宋知宁 你还没明白吗 宋家需要的不过是太子妃这个位置 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人是谁 如今你失去贞洁就等于失去价值 你认为你在宋家还有说话的地位吗 她说着 突然抬起手 狠狠地甩了我一巴掌 我猝不及防 挨了一下 脸颊顿时红肿起来 宋婉笑得尖锐 你信不信 就算现在我踩在你的脸上 宋家也没有人敢惩治我 她话音刚落 听见里面动静的丫鬟们 立马推门而入 然而看见这一幕后 他们默契地对视一眼 又纷纷退了出去 我气得眼眶通红 宋婉 我从未苛待过你 你为何要这般对我 谁叫你生得命好 顺风顺水地过了十五年 如今也该轮到我享受了 你放心 我知道 你不爱太子 可我爱 我定会替你 与她好好的恩恩爱爱 琴瑟和鸣 她说完 狠狠地甩开我 便要穿着我的嫁衣 离开房间 我盯着她得意的背影 心逐渐沉了下去 屋子里动静闹得这么大 丫鬟虽然不敢出声 但定会有人去 汇报给我爹娘 可都过去了这么久 他们还未出现 想来 是默许了宋婉 对我的所作所为 多可笑啊 口口声声说着宠我爱我 为我好 可却全然不顾我的死活 如今性命都顾不上了 什么贞结 名声 全都去死吧 思极此 我突然抱起 一把将宋婉扑在了地上 她似是没料到 我会反抗 又或者说 她料定 我完全不敢反抗 哪怕被我死死压在身下 她也只是得意地笑着 无比笃定道 你恨吗 宋之宁 可是你能拿我怎么样呢 如今宋家唯有我才能坐上太子妃之位 你若感动我一下 你在宋府的日子 可比我往日要难过多了 她说着 高高扬起自己的脸蛋 对我挑衅 来呀 有本事 你便也还我一巴掌 但别怪我没警告你 我的脸关系着宋家的荣辱 我敢打你 你敢打我吗 我垂下头 面无表情地盯着她 若是丫鬟看见这一幕 只怕会惊叫出声 昔日端庄温柔的大小姐 何时露出过这么狠利的神色 但只有我知道 我的内心无比平静 我并没有理会宋婉的挑衅 我甚至没有还嘴 她让我打她 我怎么会打她 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我只是面无表情地盯着她 然后慢吞吞地从袖子里摸出自己早已藏好的水果刀 刀锋尖利无比 我对准宋婉高高扬起的脖梗 毫不犹豫 无比精准地扎了下去 鲜血喷涌而出 浇在我的脸上 宋婉难以置信地张大嘴 想说什么 却发不出声音 只是双手死死掐着我 我眼都没眨 抽出匕首 又扎了一刀 这下 她连抓我的力气都没了 不甘心到 连眼睛都没闭上 就停止了呼吸 我松开匕首 坐回床上 天边一点点泛起雨堵白 宋小姐 宫里的嬷嬷到了 您准备好了 啊 丫鬟婆子推门而入 看见这鲜血淋漓的一幕 吓得失声尖叫 抱头鼠窜 夫人 不好了 出事了 出大事了 丫鬟的惊叫声 很快引来了我爹娘 他们这次倒是来得快 待看见房间里这血腥的一幕 俩人皆吓得脸色惨白 难以置信 饶使我爹 都不禁眼皮子跳动 看向我的目光 带着深深的惊惧 我坐在宋婉的尸体旁 面色嘲弄地看着他们 半嗓 我爹突然急急上前 他伸出手 似是想甩我一巴掌 但看见我这浑身是血 无比骇然的模样 他的手又顿住 混账 孽女 你怎能做出如此丧心病狂之事 你这是想把宋家逼上绝路吗? 我讥讽地扯了扯嘴角 爹爹和娘亲要将我的仇人送上太子妃之位 何尝又不是将我逼上绝路 你 他气劫 瞪向我 却也无法说出饱我这种虚伪的话 我娘回过神 哭得老泪纵横 作孽啊 宋婉一死 咱们拿什么给太子交代 届时交不出太子妃人选 触怒了皇上 你以为你还有活路吗? 宁宁 你怎么就如此糊涂 委屈你一人 也总比害死宋家所有人好啊 我冷笑了声 可我又凭什么受这个委屈 不过他们说得对 我杀了宋婉 本就是为了活下去 可若是皇帝降罪 也是死路一条 于是我冷静道 慌什么 这不是还未曾败露吗? 原本要嫁太子的人就是我 便按照章程 我继续入宫不就好了 可是 你已经失真 若是被咽出来 我自有办法 在这样的情境下 我竟还能勾起唇角 笑得出来 但这笑容落在他们眼中 便显得无比骇人 我爹犹豫地看着我 当真 我吃笑了声 起身道 给我洗树上妆吧 他们看着我笃定的背影 抱有希望地想 或许我当真有办法 却未曾有人注意到 我转过身去时 目光中是平静的死意 根据我昨夜的欲知梦 太子对宋家 不过是其利用之心 若非后来爱上宋婉 他原本也是想利用完宋家 自己登基后 便寻个由头杀了 我自认没本事让太子爱上我 总归是个死 被宋婉弄死 被我爹娘弄死 被太子弄死 或是被皇帝弄死 好像也没区别了 但我不好过 别人也别想好过 半个时辰后 我在爹娘的强颜欢笑中 坐上了宫里来接我的马车 今日非出嫁 而是去宫中验身 但太子还是来宫门口接我了 看见我 他唇角扬起温柔的笑意 道 累吗 待会儿要不要去东宫休憩片刻 我文言 面无表情地瞥了他一眼 太子却误会了我的意思 冲我暧昧地眨眨眼 姑知晓你不好意思 但这是在宫里 只要姑不说 没人敢嚼舌根 况且 你往日也不是没有 不必怕 他说得欲言又止 我却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 身为丞相嫡女 我这些年在皇城 几乎没怎么抛头露面 因此 我爹娘才敢让与我有七八分相的宋碗冒充我 但只有我知道 自己从前可没少与太子私下见面 不熟悉我的人 或许分辨不出我与宋碗的相貌 但太子不该 可我的欲知梦中 太子明知宋碗不是我 却还是给了他太子妃的尊容 他眼前这般的柔情似水 对的不是我 而是太子妃这个人 我冷冷地打量着太子李浩 说起来 他能坐上这个位置 全靠跟我爹在背地里耍的那些阿渣手段 这些事 爹娘并未瞒着我 毕竟 我日后要坐太子妃 与他们是一条船上的 我原以为自己不可取代 可如今才知 宋家可抛弃我 太子日后登基 第一个抛弃的 仍是我 想到这个 我冷淡地收回目光 道 不必了 李浩愣了下 只觉得我冷淡 便也不好意思强求 他道 也好 待你咽完身 那姑早日送你回府 我又摇摇头 不必咽身了 李浩 为何 我面无表情 像是说今天中午吃白米饭一般轻松的口吻 道 我已不是厨子之身 没必要再厌 李浩 他震惊地瞪大眼 你说什么 知宁 你在同姑开玩笑吗 我转过头 盯着他的双目 非常好脾气地解释道 并没有 太子殿下 昨夜我被送晚陷害 被人掳去青楼 已然失身 事宜 你没必要再浪费时间了 李浩 他再次瞪大眼 只觉得眼前一阵阵发黑 世界都变得混沌起来 他呼吸急促 尖色道 宋婉 宋婉 我以为他是要问我宋婉如何了 于是我又非常诚实地告诉他 死了 我亲手杀的李浩 我俩就站在宫门口对视 半晌 他面上震惊的神色 慢慢转换为震怒 大胆 你们宋家真是不将姑放在眼里 难道要送一个失真的女子给姑当太子妃吗 我呕了声 偏了偏头 事到如今 按照刚常来说 我应该理解他的 毕竟是人将女子的清白 看得比命都重要 何况他是个太子 但我经历了一遭死亡 且如今还踩在死亡的线上 理解 不存在的 于是我压抑道 太子殿下何故这般生气 难道您的真结还在吗 李浩文言 正愣了顺 他连生气都顾不上了 顺着我的话质问 什么真结 姑一个男子 何谈真结 谁规定真结这个词 就一定要套用在女子身上 既然你自己都非完毕之身 又有什么理由要求臣女呢 可你已经被别人碰过 视为不清白 你认为姑会要一个不清白的女子吗 清白又是何意 我面上的疑惑越来越浓 将目光顺着太子的脸 定格在太子的双腿之间 殿下 您所说的清白 是指臣女的那处被人碰过 可那处不过是个器官 与手 脚 眼儿口鼻 有什么区别 臣女的手被爹娘丫鬟嬷嬷碰过 臣女的眼睛看过所有人 照你这般说 那所有的女子都不清白 你 你 你 太子气得脸色铁青 胸膛剧烈起伏 她从未听过如此惊世骇俗的发言 自然 也不知该如何辩驳 她指着我的鼻子 瞪了我半嗓 最终愤愤地甩袖 道 总之 姑不会娶你 你们宋家这般羞辱姑 就等着皇上降罪吧 李昊气势汹汹地往城前垫走 皇上正在那上早巢 他每走一步 都仿佛预示着 我离死亡更近一步 我看着李昊决绝狠厉的背影 眼神逐渐阴沉 若非李昊 宋婉何至于陷害我 我又何必受这些苦 如今我死路一条 他却靠宋家 当上太子 利用完我 连条活路都不留给我 我怎能不恨 我跟着太子 一路走到御花园 期间路过的丫鬟太监 知晓我与太子的关系 还以为我俩要私会呢 生怕自己知道的太多 不知何时就掉了脑袋 于是都躲我俩 躲得远远的 生怕看见了什么 走到池塘边时 我突然拔下头上的簪子 由于我与他离得太近 且李昊对我并无防备 是以我的簪子 毫不费力地扎进了他的后脖梗 鲜血顿时喷涌而出 李昊难以置信 转过身狠狠地推开我 宋知宁 你疯了 竟然敢刺沙姑 来人哪 我这一击虽然刺重 但李昊毕竟习过武 又是男子 我在想补刀 已然来不及 我握着簪子 看着他的鲜血越流越多 发了颠地笑起来 李昊的脚步虚幅 强撑着喊人 我根本不想去捂他的嘴 没用 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脚步声 李昊撑着桥边的护栏 恶狠狠地盯着我 宋知宁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刺杀皇室 你们整个宋家 就等着被诸九族吧 无所谓 反正我都要死了 宋家或是你 谁给我陪葬都行 我已然放弃抵抗 脚步声越来越近 一行人急匆匆地冲了过来 我本以为 我会被当场拿下 然而下一秒 一道清脆的女生 睁眼说瞎话道 天啊 太子竟在御花园遭暗杀 死不瞑目 杀手跑得太快了 飞鹰 赶紧去追 还有一口气 等着获救的李昊 我转头 看向来人 竟是皇贵妃许荣 她递给我一个安抚的眼神 接着指挥手底下的人 有条不紊地处理着现场 李昊的血越流越多 已然失去了挣扎求救的力气 她只能不甘心地朝皇贵妃爬去 然而皇贵妃就站在原地 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幕 直到李昊的鲜血流尽 再也没有气息 皇贵妃递给丫鬟一个眼色 接着 惊天动地的尖叫声 响彻了整个御花园 救命啊 有刺客 半个时辰后 我与皇贵妃跪在城前殿前 我目光呆滞 不动声色 皇贵妃满脸惶恐 声泪俱下 事情便是这么个事情 皇上 这刺客太猖狂了 若非臣妾感到得及时 宋丞相的千金怕是也要遭遇毒手 您瞧瞧 小姑娘都吓坏了 皇上脸色铁青 坐在大殿之上 一言不发 唯有皇后 哭得声嘶力竭 质问道 怎么可能 光天化日 又是在御花园 哪个刺客有这般大的本事 况且 凶器分明是宋小姐的簪子 观刺客何事 据御花园的丫鬟太监所言 他们只看见了宋小姐 并未看见刺客 本宫如何信你的话 皇贵妃毫不畏惧地回誓皇后 娘娘 您的意思是 宋小姐杀了太子殿下 是吗? 皇后 她倒也不是那个意思 想也知道 我一个弱女子 怎么有那个胆子 光天化日地刺杀太子 不要命了吗? 况且我不日将要嫁给太子 成为太子妃 若太子死了 我的太子妃位置不也没着落了? 所以 她合理怀疑 是皇贵妃的阴谋 最大的获益者 不就是她生的五皇子吗? 从城前殿出来 皇贵妃淡淡地跟我道了句 你同我来 我呕了声 跟在她的身后 进了她的寝殿 皇贵妃遣散了所有下人 他们刚一走 她便趴得一巴掌 狠狠地甩在了我的脸上 见人 竟敢利用本宫 我捂着被杀红的脸 抬起头迷茫地看着她 皇贵妃冷笑了声 在本宫面前 就不必装了吧 你当真以为本宫不知道 你是故意趁着本宫在的时候 对太子动手的 我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是真的打算 干完这一票就去死 皇贵妃似乎也不想听我解释 她冷着脸 用帕子擦了擦手 然后递给我 道 不论你是出于何种目的 刺杀了太子 但这一举措 的确深得本宫的心 要知道 本宫这些年 派了多少杀手 都没能弄死那个小杂碎 我 这是我能听的吗 皇贵妃似乎也不怕 能不能说 她接着冷冷道 太子死了 皇后那个黄脸婆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这件事 我且替你处理好 绝对不会让任何人 查出是你动的手 但投桃报李 你也得替本宫办事 我终于有了开口的机会 什么事 皇贵妃逆我一眼 仿若施舍般 道 嫁给我儿五皇子 说服你爹 助我儿坐上这太子之位 我 我揣折手 无语地望着天 好消息 想要弄死我的宋婉和太子都死了 坏消息 如今皇贵妃捏住了我的把柄 想让我嫁给五皇子李玉 李玉其人 阴险狡诈 风流成性 妻妾成群 最重要的是 她体型肥硕 有三个我那么胖 我若是嫁给她 恐怕要被压死 我不想嫁 于是我诚实的 娘娘 我非厨子 皇贵妃瞪大双眼 嫌弃地上下打量我 半晌 她咬了咬牙 真令本宫恶心 既如此 郑妃的位置你就别想了 若不是你有这个家事 就算嫁给我儿做妾室 那也是攀了高知 我不想辩驳 知道 我不想嫁 皇贵妃怒了 拍案而起 呵斥道 你一个失真的女子 有男人肯要你就不错了 我儿可是皇天贵胄 日后是要做太子的人 你有什么可挑的 我看你是活腻味了 她说完 抬手换来两个嬷嬷 宋小姐未免不时抬聚 给她点颜色瞧瞧 嬷嬷心狠手辣 会不少阴丝的手段 不消片刻 我便疼得脸色惨白 蜷缩在地上 已然是冷汗层层 皇贵妃挥手浅散嬷嬷 朝我走来 居高临下地问 这下可满意了 让你嫁便嫁 哪来这么多废话 你若再敢拒绝 本宫就将你刺杀太子的事说出去 你以为 你还能活得过今天吗 我抬起头 面无表情地看向他 我其实不懂 为何人人都想要我的命 我嫁给太子 宋婉想我死 我失真 太子想我死 我不肯嫁死肥猪 黄贵妃想我死 想要活着怎么就那么难 黄贵妃慢慢地朝我走近 小剑提子 你这是什么眼神 莫非你对本宫的话 他这番话还没说完 我突然跳起来 解下腰间的腰带 死死地勒在了他的颈尖 勒死一个人需要多久 我不知道 我双目赤红 所见之处 只见黄贵妃死死挣扎 眼球抱起 想要呼救 却连半个字都发不出 一切都那么地平静 半晌 她的双手无力地垂下 已然没了气息 我脱力地松开她 将她的尸体踹到一边 靠坐着柱子喘气 杀了这么多人 我已经对尸体免疫了 尚且能够冷静地思考我如今的处境 思来想去 我得出结论 我如今 估计也只有一条死路了 这是在黄贵妃的寝殿 又只有我与她俩人 她死了 没人替我编造什么刺客的谎言 况且我手上的勒痕还历历在目 傻子都知道是我干的 可是我一点都不怕 或许是早已做好了死的觉悟吧 能搞死几个 倒也挺爽 我想着想着 竟是笑出了声 我坐在地上 静静地等死 我猜想 等会儿便有人推门而入 瞧见尸体 惊叫出声 然后我就被审判 然后就被砍头 砍头是什么滋味 总归比被勒死好吧 反正也就痛那一下 我在脑海里 设想了无数种可能 终于 我听见门外聪促的脚步声 我的心里 终于有种类似于解脱的快感 我甚至还自己与自己打赌 来的会是谁呢 是方才打过我的嬷嬷 还是领我过来的丫鬟 然而我万万没想到 推门而入的人 竟然是皇后 她看见皇贵妃的尸体 以及靠坐着柱子 正笑得仿佛失心疯的我时 居然没有吓得惊叫出声 而是非常冷静地 转头对自己带来的嬷嬷道 看好这里 没有本宫的允许 不准让任何人进来 我 皇后手底下的人命 应当是比我多的 我看着她十分冷静地走进来 关门 然后探了探皇贵妃的鼻息 接着冷吃到 死得好 她做完这一切 才直直地看向我 待看清我脸上的巴掌印 以及胳膊上的淤青时 她了然地点点头 别说是你 就算是本宫 有时候都忍不住想杀了她 你倒是做了本宫一直想做的事 我 她似乎也没指望我回答 在她的眼里 我此刻双眼通红 仿佛受惊的小鹿 应该是被吓坏了 皇后甚至安抚地朝我笑笑 别怕 本宫第一次杀人时 也如你这般 不过你放心 她作恶多端 早就该死 你不会遭受报应的 我 皇后继续道 想来 她召你入她的寝殿 是为了五皇子的婚事吧 如今我儿太子死了 五皇子想登基 可不就要借助你爹的力量吗 不过五皇子那副尊荣 你会拒绝 也是情理之中 不过本宫倒是没想到 他竟有那么大的胆子 对你动用私刑 也没想到 你竟敢杀了他 我不得不说 皇后不愧是宫斗冠军 猜得倒是八九不离十 皇后踢了踢皇贵妃尸体 面上是满满的恨意 贱人 别以为演得好 本宫就不知道 是她杀死了太子 本宫正愁如何报这个愁呢 你便替本宫了了这一桩心事 想来你对太子也是情根深重吧 你放心 在这个宫里 想杀个人难 但想饱个人 还是挺容易的 我终于回过神 听清楚皇后这话里是什么意思 我沙哑着嗓音 娘娘 皇后抬手 道 你无须多言 本宫知晓你敢动 回家去吧 今日就当你未曾来过这里 之后的事 自有本宫料理 我 我刚回到宋府 爹娘便满脸期待地迎上来 怎么样 事情解决了吗 我点头 解决了 俩人长舒了口气 放心道 解决了就好 解决了就好 我爹说着 要来拍我的肩膀 道 为父就知道 你是最聪明的 我扯了扯嘴角 讥讽地笑了笑 躲开他的触碰 接着语出惊人道 我把太子解决了 俩人齐齐露出震惊的神色 结结巴巴地问 把太子解决了 这话是何意 字面意思 我话音刚落 太监随之来到宋府 对我爹道 太子轰了 如今宫中乱作一团 皇上命您进宫 商讨事宜 我爹 他临走前 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目光惊惧 像是在看什么火炎吗 等他走后 我面无表情地转身 看向我娘 他对上我冰冷的目光 吓得倒退两步 脸上浮现出讨好的笑容 宁宁 你辛苦了 娘去命厨房给你做些好吃的 盐壁 他便如脚底抹油 一阵风式地跑了 我吃笑了声 回到房间 从头到尾洗了一遍后 倒在榻上 睡了过去 按理说 我杀了这么多人 应该是睡不着的 但我本着多活一天是一天的想法 反正都这样了 不如吃好喝好 若是以前 我定要和我娘一起担忧的 毕竟我爹迁细着全家的荣辱 但如今 我连问都懒得问 随便吧 爱怎么怎么 全死了也好 傍晚 宫里来的太监 请我进宫 城前殿内 我爹和一众内阁大臣跪了一地 皇帝、皇后等人都在 脸色巨视难看 皇帝压迫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宋之宁 你将你早晨进宫起 所有的事全部同振说一遍 所谓天子一怒 压迫性是极强的 但我连死都不怕了 还会怕皇帝 于是 我说起太子之死时的言论 是皇贵妃给我想的说辞 自然滴水不漏 说起皇贵妃 又是皇后给我想的说辞 更是毫无破绽 再加上 我面无表情 语气淡定 一副全然势不关己的模样 是以皇帝并未怀疑 皇后递给我一个赞赏的眼神 道 这皇贵妃定然是杀害了太子 怕您查出真相 畏罪自杀 毕竟只有这样 才死无对证 皇上 您可要替太子做主 皇帝点点头 对我道 你先下去 这就没我事了 离开城前殿 还未出宫 我突然眼前一黑 竟是被人捂着口鼻 眯晕了过去 再睁眼 是被一桶冷水泼醒的 五皇子李玉坐在我面前 肥瘦的身体居高临下地逆着我 脸上满是阴沉的怒气 我心中发紧 心想 莫不是杀了他娘的事被知道了 转念一想 那我早晚都是要死的 突然就又不害怕了 五皇子开口了 语气居然称得上和颜悦色 宋小姐 你别怕 我请你过来 不是想对你做坏事 我很难相信 她脸色黑沉 道 我的母妃 定然是皇后害的 我绝不相信什么畏罪自杀这种话 那日你同我母妃走在一起 宋小姐 只要你愿意出面作证 指认皇后 我便许你太子妃之位 你看如何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又是太子妃之位 每次跟我提起这个位置的人 最后都没从我手底下活下来 或许是我的眼神过于冷静凉薄 李玉以为我要拒绝 她怒了 起身一脚踹在我的心口 我顿时翻倒在地 喉咙间一阵兴田 李玉在我的面前走来走去 不过是说几句话的是 你也不愿意吗? 要真做实了我母妃为罪自杀的事 那我的太子之位怎么办? 宋知宁 你必须要帮我 否则你今天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 她的眼里 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决心 我太熟悉这种目光了 因为说起破罐子破摔 我也算是鼻祖了 我现在已经对死这件事 有点应激了 谁要我死 那她也别想好过 思极此 我叹了口气 李玉愣了下 你叹什么气 我撑着地面站起来 道 你说 为什么就不能让我活着呢? 李玉皱起眉头 你想活 那就按照我说的去做 否则 她话还没说完 只见我以十分迅猛的速度 跑到了一边 我趁着五皇子还没回过神的功夫 便三两步跑到一边 将用以照明的油灯 打翻在了甘草上 顷刻间 大火烧了起来 我站在明灭的火光中 朝李玉笑得像个火炎王 李玉 我反正是不想活的 但李玉不想死 于是她肥瘦的身体 拼了命地往仓库外面跑 一边跑还一边喊救命 反观我 站在一边 任挺火蛇 逐渐席卷上我的裙脚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惊叫声 来人啊 起火了 救火呀 李玉艰难喊道 救我 救我 太监们听见她的呼救声了 于是立马冲进来 要救人 我离门口进 又已经昏迷不醒 于是他们将我救了出去 至于里面的李玉 已经没声音了 估计是晕了吧 太监们不敢进去 于是都很默契地假装不知道里面还有人 半个时辰后 我悠悠转醒 对上皇帝 皇后 我爹等人 急切地目光 我张了张嘴 刚准备开口 便被呛得脸色通红 说不出话 皇后递给我一杯水 关切地拍了拍我的后背 没事 说不出话来 便不说 我问什么 你点头或是摇头就行 我点点头 皇后问我 是不是五皇子将你掳过去的 我点点头 皇后立马站起来 对皇帝痛心疾首道 皇上 您看 臣妾说得果真没错 五皇子就是眼见事情败露 绝望寻死 又寄予宋小姐美貌 极度太子能娶到如此贤妻 是以心存报复 好在宋小姐没出事 皇帝脸色很难看 半晌 她冷声道 朕知道了 日后皇贵妃与五皇子的死 谁也不许再提 我 我和我爹一起回到宋府后 她就火速跟我娘回了院子 似乎在密谋什么 但我不在乎 之后的时间里 宫里忙着处理连死几个人的事 我过上了从前那般悠闲的日子 太子下葬后没多久 突然有天 我接到了一道圣旨 皇上念我与太子年少情深的份儿上 命我去远在江南的寺庙 给太子祈福 什么时候回来 没说 我面无表情地接过了圣旨 一抬头 看见我爹松了口气的神色 哦 这个提议 估计是他跟皇帝提的 但无所谓 圣旨下派没多久 我娘就迫不及待地给我收拾了东西 送我出门 我离开那日 皇后给我送了许多赏赐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金银珠宝 除此以外 还有两支精锐部队 护送着我去江南 说是去寺庙祈福 但我并不用日日吃斋念佛 住在寺庙 而是住在江南 皇帝皇后给我赐的一处府邸内 我临走那日 其他贵女都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情 看起来赐了一堆宝贝 实则就是将她永远囚禁在江南那地方啊 日后再也回不了京城 泽泽眼看着马上要做太子妃却沦落至此 真惨啊 宋芝宁这辈子恐怕都翻不了身了 我最后看了眼皇城的天 上了马车 他们只当我伤心欲绝 却不知 我把这辈子难过的事都想了一遍 才没让自己当场笑出声 从此天高任我非 不用提心吊胆的感觉 可真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